哇,這個大Sir,看來他真的是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仇家,我們的行家聽到得罪過他 得罪過他,不知道是不是 傳說忠實是不是這樣說 隔壁街上說,哎,當然 他前排被的士路插過嘛 插到開花,哎,現在就是做的士路了 這樣啊,所以你小心點說話 下次阿Sir真的要做你,不尊駐駕駛 不尊駐駕駛 3月31號的去吧,艇老兵團,繼續是林皎 Patrick 3月31號就是什麼呢 3月的last today 是啊,大事一日 疫情快點過了 2022年就過了四分一了 三個月,一季了,一至三個月 可能是 那幾個曲奇餅呢 打算拿去派給那些朋友,親朋職友 在我車尾上三罐 哇,明年就過了期了,是吧 燈領上來播,你幫你搞定它吧 也好啊,也好啊 是啊,上次那個藍牙 還被人領獎 呼籲一下,那位 到了那個,叫誰啊 是不是那個椰豬好像,我記得他的名字 不知道什麼豬好像是,好像挺正的 如果這個禮拜還不見他來呢 我們下個禮拜就會再 再玩一下遊戲 再選一個在上次的一個中獎 好啊,好啊 大牌子,菲利浦 用得過的 用得過的,挺好的 上次那個Simon 我們的攝影師 待會在這裡就會播給你看 沒錯,有獎 答中問題有獎 但做錯事當然要受罰 受罰什麼呢 其實呢,在我們這個行頭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有這種東西存在的 什麼東西存在 我們做艇佬呢,會當生意這樣做 原來呢,實際背後是大生意來的 什麼生意呢 我們大家看看 在這次資訊網,劉先生就鋪了出來 發生這件事呢 陳先生,61歲 他就說有抗議司機 三千元不做 要做 這個毒品的速遞 大陸就這樣說 劉先生,三叉東西來講 對他們這些師兄來講 十幾歲 大茶飯 不可以大茶飯 你怎麼可以跟我們抗議的士來比呢 對不對 我們是正頭正路 而且你們抗議的士不是長期有的 總共有住員的一天 是的,但這裡不同 報道就說 中區警區的特別職務連 職務隊 探員 是的,探員 根據線報 好啊 及經深入調查後 連日在半山區一帶 進行打擊毒品行動 今天二十五日 凌晨於舊山頂道 發現一兩營職可疑的的士 逐上前折查 行動中探員在該兩的士的車廂內 及司機身上分別檢獲三十八小包 及一小包懷疑可卡因 共重約二十五克 行動中檢獲的毒品總市值 約三點七萬元港幣 而姓陳六十一歲的男司機 涉嫌管有危險藥物 及返運危險藥物被捕 他現正被扣留調查 警方重申 返運危險藥物屬於嚴重罪行 根據香港法例 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 一經定罪 最高可判處罰款五百萬 及縱身監禁 很嚴重 縱身監禁 警方拘捕的士司機 警方檢獲的一批毒品 不知警方都看不見了 是啊 不用了 我只是給你讀 平常我不會讀這麼多 讓你自己看 給大家知道 我讀的東西都很清晰 是 懂字的 和你比較 應該比較清晰一點 還有呢 大家都很清楚 重點就是 其實不是太多 三幾幾 這樣是老大 不會經常帶著 九百多貓去身 是嗎 是 你們會不會帶著 九百多貓去身 這些 試試你們有沒有帶東西 我沒有 帶什麼 沒有 就是帶電話 帶什麼 有什麼 錯理不出 說笑而已 我們是不會做這個 我們不會的 我們做的 只不過有時候 真的 拉門 我經常都帶爽身粉 我經常都調查的 我很害怕生意費 OK 好了 上了 我們就當普通客人做 是 這些我們也不會拒載 是嗎 做 猜它是 其實你也不肯定它是 開騰是不容易的 是 接著呢 第一站 開始來了 第二站 我試過呢 真的在摩地上 上過乘客 上車 上完車 然後 忘記了 總之去佐敦 去遊玩 當中有人上車 有人下車 有人上車 有人下車 有人下車 有人上車 有人下車 接著最終回到摩地 是 是 很多 接著回到摩地 還要做的 有趣的是 跟上車的兩岸不同了 已經不是那兩岸 很詭異的 我懷疑是做這些 應該是 不奇怪的 總之有人上 有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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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艇幾年 我們的直覺 經驗 覺得他 就是 哪有這麼糟糕的 答法 哥恩 但你又很難不可以拒絕他 當然 他又不會 你不做他 有時候我試過 做了幾站 都懵懵的 那天不如你上第二站 他通常都會遷犯 好啊好啊司機 我相信他不會 有司機是完全拒絕他的 完全拒絕他的 完全拒絕他的 你不要坐我車 是啊 有些師兄會的 他首先覺得幾站又煩 又浪費時間 還有這些是害人的 是啊 我覺得都OK的 我不會說 有生意不做 但是他當然 當時的手法是拒絕的 其實是的 以法例來說 的士就拒絕了 是的 就是拒絕的 但是如果 我覺得在一個正 就是 在一個香港 一個公民責任 他就OK 我拒絕和這些罪犯合作 嗯 他猜的而已 我們再重新 是猜的而已 但是那個都 雷近的 是啊 都差不多是 的了 那好了 最後就是 我們看他 他是傻的 應該是跟了 這些特別的捕捕 我想不是第一天 因為很難捉 嗯 你拿著的士 你怎麼說他是他 嗯 是啊 是不是他 他身上 還是車上 因為其實也有一個疑惑 的 question mark 嗯 如果那些東西是 乘客 放下 留下了車 嗯 那就 就不是司機 嗯 所以大家都 大家有些人 就會在這裏 我想說就是在這裏 有些的士司機 就說 喂 如果我車中了這個乘客 那麼 NoBlock 中了 我就沒事的 嗯 你放心 清者自稱 是啊 你不需要擔心的 一定不會上身的 是啊 香港警察不是這樣的 這件事我有信心的 或者他真的下車之後 漏了兩小包在你的車上 或者有機會 都不需要擔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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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試過 我也不知道 我去收工 那我就擔心地交 一顆一顆 就是以我的個人經驗 其實車房也有收拾 收拾不少 是嗎 是啊 除了500元也有收拾過 真的有收拾過 全民 全都是全民 鑽石也有試過 那我也不知道 500元我自己收拾過 喂 那你怎麼辦 算了 我代了 哈哈哈哈 真的好老實 你難道叫我拿去警署 我拆 我拆的 是不是 那不是我收拾 誰拆的 這就聰明了 通常你去大鹽的時候 看到那個攝位 殘殘地要換 老虎自己拆了 自己拆了 是 但是重點是 舊款可以拆來看 是 小老寶 小老寶就沒有攝標 真的小老寶 真的小老寶 跌了就這樣跌了 下面 就這樣 下面就這樣 翻你這張椅子 你像小老寶那些 揭起的 揭起的 那所以呢 很容易看的 是的 你就這樣翻你這張椅子 那全民都說 今年也行 這些聽下去 多開心 好了 說回這裏 所以就呼籲 其他師兄 就不需要太過騰雞 是 是 我相信 不會賴錯人的 不會的 不會的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是的 這個嚴重罪行 很足夠的證據 才可以入到罪行 都是那句 走得正 站得正 我們賺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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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機麻煩你去 你不是 是 我是 蛤 招職哥 你不是去搶坐管嗎 為甚麼駕駛的士 嘿 駕駛的士 時間又彈性 又找到 又不用怕被人拘捕 又不用打打殺殺 我也有想過駕駛的士 不過我又不想 跟我 蛤 你不是重量嗎 不好意思 職業病 你知道我以前都很害怕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上這個的士司機課程 哪有人天生會駕駛的士 不過我又沒有招職哥 你那麼有錢買的士自己駕駛 甚麼一架 四架 是的 是的 四架的士 沒有錢的便租 幾個水一間 咦 那我就可以租招職哥的士 傻了 你 放租的事是我做的嗎 又是你叫我租的 那人家有的士唐館服務 還包含維修保養 還幫我收到租 要我自己教嗎 啊 拿著這張卡片 這間東西 一條龍都搞定了 我上次上去都可以簽名 你自己上去吧 如果還想知道更多 可以打24488805 幫你香港專業車行了解一下 亦都可以上這個網址 這樣就看得一清二楚 開的士都可以很招職 咦 九哥 咦 兄弟 找車嗎 是啊 但我又沒有的士牌 想入行 那應該怎麼搞呢 你懂不懂 喂 沒問題 你有心就行了 好啊 進來紅星 好嗎 好啊 好 全灣紅星車行 一如以往都以公正開放 康福新進入經營原則 現在更推出你入行 我搞定一條龍 全包袱無 只要你有香港駕駛執照 來到紅星報效所有費用全面 職前訓練 再職技巧 有的士司機證 無需周圍騰 紅星幫你搞定 那就輕輕鬆鬆 入行順風 進行吧 日立新界三十年的荔新車行 和東區的荔豪車行 專型的士租任 牌照買賣 車主托管 無論你是的士司機 想找間公道又有人情味的車行 介紹一架優質靚車去開工 還是心動動想入牌做投資 又或者車主不想煩 想找個好打理 勵新勵豪是必然首選 憑住在行內的經營多年 聲譽良好管理完善 多年來 司機和車主更是安枕無憂 不停給like 更歡迎新手想入行的司機 我們提供專業的導師培訓 令你日日爆數 牢牢唱通 所以認住 勵新勵豪兩大車行的荔豪 你就不用愁了 好了 走得正 站得正 又不怕 走錯 看錯燈 走錯線 那就真是大件事了 可 一個普通的罪行 告你不小心駕駛 但是你小想不到 無故要受 他受什麼呢 先看一面 такая HELP 秋 ty 被捕下來 被捕下來 吸流 先走 crossing 洗水 코로나 看錯誤 好了,看他回來,普通交意外 老闆 首先跟這個手足說真不好意思 先拿一條片出來 給大家盡量保護他的身份 一定要保護他的身份 我覺得挺無辜的 當然他自己當然是不對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見到他是沖了紅燈 是,鐵一般事實 他當時馬上告訴他 他看著右邊的眼燈 沒辦法,意外又發生了 撞到輕鐵 也看到了,有兩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也看到 不是很嚴重 完全沒有人受傷 當場警察勾了車 當場抓了司機回警局 即是拘捕他 即使我當作不小心駕駛 也有權拘捕 是的,戴Sir考慮了四個小時 決定扣留他 睡了一晚臭隔 哪間警局的臭隔 臭門 環境如何 我沒有,我沒有問他 臭不臭,有多臭 我沒有 我不敢問他 是不是吃粟米斑膽飯 其實都幾可悲 聽上去都會嘔嘴 但其實反過來想 可以發生一個很嚴重的感染 我明白的,但事實上真的不是太嚴重 是不是有時候可以手軟一點 輕一點 不要軟,輕一點 因為現在肯定是過去危險 危險一點 即場收了牌 即時收 哎呀,平時我打算等到上庭 上庭再收 第二天就立即過堂 立即過堂 這麼嚴重,好像殺人一樣 再重申一次 是沒有人受傷的 沒有人死亡,沒有人受傷 真是第一次聽 你說殺人就立即過堂 所以,為什麼我拿出來呢 我拿出來 並不是要說什麼 大家開車要 打聲十二軍精神 你只是來警惕一下 警惕一下司機 大家要自己 尤其是輕鐵是不會錯的 他走路軌 所以警察為何這麼緊張 撞輕鐵是很嚴重的 嗯 那這件事 即是沒得和解 沒得拆的 應該有機會是即時停牌 或者有機會聽回來講 就是告他 現在還未再上課 去到十幾日才上課 是有權告他 要他受的 即是去到刑事的層次 是啊,危險界 所以有權要他坐牢 或者做死亡服務令 停牌 停以內 要不需要重考呢 是啊 都有機會的 哎呀,這個師兄 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哎呀,真的 這個架 那當然要終巡回 他過往的有沒有不良的紀錄 他再罰得再重點 我們聽下去 只是 胡家東以外 但想不到 哇,好像又要受 又要什麼 這樣 是不是因為 主要是 因為 正如我所說 衝突是一個問題 衝突 第二就是輕鐵 沒錯 哇,這個 大Sir 看來他都是 真是 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的行家 我們的行家 聽到得罪過他 得罪過他 又是很 傳說忠實 是不是這樣說 隔壁街上 就說 哎呀,當然 他前排 被的士佬插過 插到開花 哎呀,現在就是做的士佬了 所以你小心點說話 是嗎 但是我 下次阿sir 就是做你 不尊駐駕駛 說髒話 說髒話的時候 就告你 小心 說髒話 我看到你的口型 你又說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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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故意留素 就是想遮住口 遮住口 遮住口型 好了 說開阿sir 順便說 我駕駛的士 我覺得 令我有一點感動 大家馬上腦就不要太膽了 你是不是要弄兩隻眼淚 因為 那天我在葵聰村 那做完一支order 我就在那裡停 在那裡 按一下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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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阿sir 突然間一輛警車 閘到前面 然後跳下來 我已經馬上說 阿sir 走啦 然後阿sir 就沒有什麼 就去前面抄牌 有一個阿sir 突然回頭 我突然走 走啦 不要這樣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 你這輛車都OK 挺好心機 然後他說 咦 他看到抗力的士 你怕不怕 我心想 我怕不怕阿sir 我怕你啊 我心想 那我就說 小小 然後他就說 不用怕阿sir 你看我 他又說回他的分享經驗 就說 我們呢 前陣子呢 很多老人院 院社做事 他們原來都要去做事 他都要了 是 警察也挺身 是啊 除了抄牌 我們都很討厭他 是 他都說 戴口罩 戴口罩 做完事 洗手 那就行了 不用怕了 他都說 辛苦你們了 我說阿sir 大家辛苦了 這樣 大家保重 小心身體 可能阿sir 也是想 跟我們打氣 是 你們加油 所以阿sir 我也是支持你的 是 所有警察 抄牌之外 我們很尊重你的 你們很辛勞 什麼都要做 其實你們這麼多事情做的時候 抄牌不要太勤力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當然 有些很嚴重 違反交通規例 那些 當然是做 我常常都說 喂 那些不是那麼緊張的路面 是的 尤其是廚雲山那些地方 不要 不需要那麼緊張 那些地方 你不要走 廚雲山 收到了 行了 明白了 走走 體諒一下 我們有時候不是說有法不依 而是 希望你體諒 有些著情權 當然都是說 如果 導致一些路面 是擠失 甚至乎有人投訴的 或者是有危險的 那條路 即拖 不要說拖 拖 有些真的拍到很壞 是啊 那條路是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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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拍到那條路 你敢死去 是啊 是啊 現在有些人 是消防站 他都不准理 那條路是進去的 是啊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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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的… 都是的… 其實是的… 所以它沒有傷患死 巴士站 巴士站 你又停在巴士站裡面 那車賣不到站 那車一定要賣站的 賣不到站 那是 那你不要妨礙 譬如有些 現在所有路口都有一些 就是萬人設施的 我們都知道那些 譬如街坊出入 我們都不停的 但現在都不是 不要塞住他 有洞擺就可以了 你逼他好像他理直器 還對的 不動都不動的 以這些態度 其實導致 麻煩你這些駕駛者 聽到我們呼籲都好 你們自己檢點一下 就是有彎你這樣 我現在不講粗口 都要講的 剩下的警察 是 你搞到那些警察就要做事 做事 還有雷街坊 雷街坊 是不是 還有提提大家 尤其是水龍頭 真的不要擺 因為我們看過幾宗 譬如嘉莉大廈 二十幾年前 最後導致到 有些建議勇為的 路人 香港朋友 還有消防員 抬你這輛車 是不是 對 人家真的要水喉 你要頂住 對 沒錯 以前我們幾十年前 老師傅都會教我們這些 你要記住 這些 要不然 你會妨礙別人救人 或者自己真的被人勾了那輛車 到時你真的麻煩 麻煩了 所以我很尊重警察執法 但是還是那句 不要太勤力 體諒一下我們 是的 尤其是在東九龍區 你不會整 阿Sir說可以 明白 東九龍區 大Sir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很嚴厲 強烈呼籲一下 看來我們行業水深火熱 是的 有事 現在就是賺食艱難 是嗎 這些疫情 現在疫情嚴重的關係 就是 我都聽說 雖然說好一點點 但始終都是 難搞我賺食 你抄一張三八二 即是司機 那天沒有了 沒有了 是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我抄一張三八二 都肉斜了 那些錢很難賺 當然 現在的錢 真是 你說等消費券的 唉 等到來 唉 你還要去購物 唉 看著 救叔叔 你小心點 在街上吃兩口煙 就給他 是呀 這樣就回來 真的 發一次五千兩千 就是皮了 剛剛好 我最近 那些人就問我 是不是在上水洞多了點 還是有人 有人 就是想韜李光 沒有牌 沒有牌創紀 是嗎 是多了點的 多了個兄弟 就進去上水 黃頭山 那附近 可以租車了 如果有興趣 找我的 當然 找阿范先生 可以看到電話號碼 我跟他接客 除了這件事 順帶一提 廚雲山 東九龍一帶 我都會租車的 嗯 如果這樣說 還有一個地方 先說 這麼多的 長沙環 都可以找阿偉哥 哦 我想問 其實如果想見你 究竟去哪裡呢 現在你這麼多地方 見我一定是廚雲山 廚雲山 那兩個地點 都是站街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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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說 如果你去租車 當然 你去租車 你在哪個位置 來到創紀都可以 是嗎 是 方便些 大家可以多選擇 多個地點 是 就近街坊 是 如果你說 我一定要見到 因為最主要 真的是 真的 你的車都放在這裏 哦 放在這裏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 需要見到秘書長 那還是去創紀 那你可以在那裏 再進去都可以 再進去 上水 拿車租也行 粉嶺拿車租也行 然後再去 深水埗租車 或者長沙環租車 哇 老闆 去到黃厚山村 上水粉嶺 你是不是真的 向著 北望神州 大陸 真的 到時 你和親愛的國內同胞 就是這樣 是 心製的士 好像不能這樣租 哈哈 你到時要衝一下普通話 要拍得住我 要贏 你的普通話 你那些普通話 真是 叫救命 是啊 真的 真的 差不多了 但是 差不多 下次我可不可以 不聽你說普通話 不行的 不行的 我的樓 很多朋友都是鼓勵我 要我繼續下去 我都 真的忍受不到 有誰忍受到呢 是不是 不是 很多留言都贊 是啊 尤其是有些 要片尾 叫消音師 一會剪 剪兩句出來 給大家聽聽 你那些國語 真是不敢恭維 大哥 又剪了 真的 回家吃飯 太晚了吧 老太 是吧 我女青少做戲 我遲你兩個小時 明天再談 明天再談 拜拜 拜拜 我當時跟我太太說 她不太氣 我聽的 真的 我跟她說 三角很多師傅 都是散了年子的 如果我這些年輕一點 都不做 所有人做 都跟我說 你不怕嗎 你不怕什麼 你不怕什麼 現在很失禮 我說不怕 我們對 我們三個政府有損失 你好 浩俊車行 有什麼幫到你 我們這裡自設車房 全日支援 車身維修 機件補養 代客收租 的士管理 效率保證 技工認可 好 沒問題 待會見 土瓜環上香道 35號B 27736766 浩俊車行 我 我 我 大家看完這個 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 無限loop呢 如果是的話 立刻在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給個like 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 在用 我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